二年43歲的黃祖嵐 在2015年和被她小四年的李亞嵐結婚後 先後育有兩個女兒 一家四口生活幸福愉快 黃祖嵐曾空降出席首任的創意觀 但在2022年初有報導說 黃祖嵐因事同高層諾葉玲和曾麗珍反面 反而辭職後主力在內地發展 一前則有網民在北京偶遇她和老婆李亞嵐 片中可以見到黃祖嵐和李亞嵐現身在天安門廣場 各領主一面中國國旗在揮舞 以及擺姿勢拍照 亦有不少粉絲上前要求集郵合照 有網民就吐槽說 完相機之下李亞嵐看落露了不少 她的面上的確可以明顯見到一些歲月痕跡 不過亦有網民力撐 李亞嵐在生圖下有這樣的狀態已經相當不錯 字幕志本來反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